司马懿,神医华佗给了司马懿什么宝剑保养秘方,让他把曹操的儿孙熬死了,成为晋朝的开创者。 司马懿,是一统三国的鼻祖,他的成功还要追根于他的族制多谋,隐忍老辣,胸怀大致的司马懿早已被曹操看穿,曹操暮年曾多次想除去司马懿,但司马懿为人低调内敛,不犯任何过错,不留任何把柄,加上欣赏司马懿的才智,曹操便留下了司马懿辅佐自己的儿子曹丕,并叮嘱一定要用脂肪脂。 曹丕在位时司马懿从未长兵,不想卫文帝曹丕是个短命鬼,居然死在了司马懿的前面,继位的曹瑞为了抵抗诸葛亮令司马懿领兵征战,曹瑞也不傻,美用之必消之,打完胜仗就收回兵权。 这时候年事已高的司马懿按理来说应该安享晚年,不料,三代曹瑞也是个短命的主,司马懿依靠长年在未停积累的人脉威望,一举夺取了曹魏政权,得到了曹操子孙四代君臣建立起来的江山。 司马懿能够有这样的成就还得感谢上天给予他的寿命,曹操千算万算却没算到儿孙都是短命鬼,相反之下,司马懿一家寿命都偏长,司马懿享年73岁,父亲司马房高寿70岁,弟弟司马福居然达到了93岁的高龄。 要知道汉默连年战乱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,人均寿命不超过30岁,司马懿家是如何做到各个高寿,其实他们家族拥有自己的一套保养体系。 说到华陀大家都耳熟能详了,神医华陀与司马房相交甚后,常常来司马家中做客,这时候华陀经常就会传授一些养身之道,最著名的莫过于文明世界的武琴戏,华陀在庄子二琴戏,雄精鸟身,的基础上创编了武琴戏。 其名称及功效剧后汉书《方数列传华陀传》记载,五有一数,明五琴之戏,一约虎,二约鹿,三约雄,四约圆,五约鸟。 一以除疾,兼力提足,以当导引。 提有不快,起作一琴之戏,一而汉出,因以助粉,身体轻便而欲识。 普诗行之,年久诗余,耳目聪明,齿牙顽间。 PS,武琴戏发展至今,形成了不同的流派,各有不同。 在华陀故里,安徽伯州现在主要是董文焕和刘石荣所传的武琴戏。 2011年又被国务院命名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 这种模仿虎、鹿、熊、猿、鸟五种动物的神态与动作而边创的一套健身体操,经常练习可以强身健体。 提高心肺功能,促进各种器官的协调,延年益寿,总之好处多多。 司马家族因为和华陀的关系匪浅,渐渐形成了家族内部的一套养生秘诀,得到了华陀老先生的真传,才有了家族的兴旺。 司马懿还善于用人,以手为上,节节抗击,有着缓慢的生活节奏,也就避免了过度操劳,精神紊乱而患病,长寿也就自然了。 说到性情,司马家族还是传统的儒学代表,所以司马懿恪守孔孟之道,不纵欲不动怒,平稳沉着,遭到曹氏家族的欺压而不乱,面对来犯的对诸葛亮而不慌,以礼待人,又懂得节制自身,请问这样的人能不成功和长寿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